其實會有很多的不清晰灰色的位置 它是講得更加明顯 是會令到市民大眾有更大的憂慮 原因很簡單 當它提到就是說 譬如你出不出席 出席這個 是一個國歌奏唱的場合的時間 如果你因為某些原因 不在席不在座的時候 或者你的行為表現出來 是可能被人懷疑 你是不尊重這個國歌的話 那就已經會將你有可能 所謂的送交相關的執法單位去處置 雖然它今早用的例子 是用立法會議員宣誓期間的行為 但是在國歌法的狼狼裏面 其實這也代表了 當你有一些在奏唱國歌的場合裏面 你的行為舉止是被人懷疑的時間 其實都有可能觸犯這個國歌法 因此就是說影響範圍 其實不單是立法會議員宣誓的問題 還牽連到一般市民大眾 當你在出席奏唱國歌的場合裏面的行為舉止 這是第一點 第二個也引了一個例子 在馬場的時候 如果你是專心刨馬經的話 就沒事的 儘管你可能忘記了當時是在奏唱國歌的行為 但是何謂專心刨馬經呢 這個也會顯示到 當你在整個法案裏面 有這麼多是要依賴主觀去做判斷的行為 然後你可能是因為這一種被懷疑 是要蒙上一個兩年這麼長的 可能被檢控的過程的話 其實正正就是將這個國歌法 是放在市民頭上的一把刀 我覺得這一個是對於整個法案來講 是令到市民大眾的憂慮 是更加加重了這一種的憂慮 特別是聶北團今天的解說 是說明得很清楚 是很依賴主觀的判斷 去看你的行為 舉止 是不是會觸犯了國歌法裏面所說明的 所謂的 就是 這個 侮辱 不尊重國歌的一個行為舉止 到最後一件事就是 聶德權就說 他希望透過 是國歌法的一個佛則 是能夠令到市民大眾 去尊重這個國歌 我覺得 這個概念的本身 就已經是根本地是犯上了錯誤 因為大家都知道 如果你是國歌 你是希望能夠受到人民的尊重的話 當然是牽涉到 是 國歌 不單止是一個形式上面受到尊重 是整個國家的行為 是受到人民尊重 人家 我們市民大眾 由心出發去尊重 所有是代表國家的象徵的時間 這個才是真真正正能夠達至到 是令到市民大眾對於國歌 是有所尊重的一種表現 而不是只想著透過形式主義 去達至相關的後果 所以我覺得 今天聶德權的回應 其實是令到市民大眾 是進一步是擔心 國歌法的立法的方向 其實是朝著主觀化 內地化的走向的時間 是絕對會令到市民 在未來子裡面 很容易 因為這一種的 是立法的背景 是誤諾法網 令到市民大眾 是會夢想不必要的憂慮 更加重要的就是 國歌法的立法原意 原來只是希望透過這個 嚴懲的制度 去令到社會走向 形式主義的角度的話 我覺得這一個 亦不是有效 去令到市民大眾 真正尊重 國旗、國歌、國徽 這些是國家的象徵 的一種做法 我想在這裏作出一個回應 補充幾點 我同意胡仔這麼說 聶德權今次的 今次的演繹 很明顯是 將它原本 大派定深遠的線 它不斷收緊 現在緊到一個地步 基本上是將 香港的法律概念 和執法的形式 國內化、大陸化 和主觀化 這是很不理想的 它提及的例子 其實即時令我們想起 很早期它對我們的 一些承諾 或者對公眾的承諾 其實都走錯了 就用剛才說的 立法會的 宣誓來做一個例子 如果它那個例子 是成立的話 就是說 你不是去做一個 公開地 有動機地去侮辱一個行為 反而你沒有做一個 它認為你尊敬的行為 已經可以構成你的侮辱 其實這個已經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你沒有在場 可以有很多原因 是不是? 但是它今天的講法 已經講到 是有機會 潛在地構成到 它會告你 除非你有合理解釋 不單單是我做了一件事 是違法 而我不做了一件事 你認為我對的 我也會中招 這個很嚴重 所有奏唱國歌的場合 所有嘉賓日後 都有機會不墮發網 如果用這個邏輯再推演 過去講給我們聽 很多社交場合 只要是非第一儀式的現場 其實都不用怕的 例如茶餐廳吃飯 在卡拉OK消遣 奏唱國歌電視 其實你沒有一個動機去侮辱就可以了 這個它今天的講法 已經是自己揭穿了西洋鏡 我覺得這個風險依然存在 我舉個例子 我舉個簡單例子 大家知道現在社會 是很撕裂的 氣氛是很敵對的 只要在唱國歌的時候 任何人 認為另一方 做出的行為 舉個例 如果在派對裡面 在卡拉OK派對裡面 有人在開派對 剛好新聞報導 播國歌 有人拍下它 嘻哈 嘻笑怒慢 那是不是屬於 有可能被告呢 如果根據今天的標準 是的 他可以去投訴 並且政府部門要執法 這個是不是很大件事 我就看到一個例子 上一年 我們的立法會主席 梁君彥 出席升旗儀式的時候 其實他 如果用今天的標準 可能也有人會投訴他 他目無表情 我不知道他是嚴肅 還是不開心 而他不唱國歌 沒有跟著唱 所有嘉賓都跟著唱 這個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其實有人會覺得他 其實不是 這樣也很尊重 也有人會覺得他 為什麼每個人都唱 你不唱 你作為立法會主席 這些就是 法律的陷阱 正正就是主觀化和大陸化 我們很難去證明一個人的動機 因為這條法例有一個特殊的情況 我沒有什麼同事講過 我想給大家一個例子 和一般的嚴重的 譬如刑事的罪行有些不同 譬如我是商人 我和你有職願 然後我去刻意買一些 譬如我買了一些武器 然後我去你附近遊役 然後我真的襲擊你 過程是比較容易 有一連串有一個時段 並且有一連串的事件發生 我主觀地去做出來 就去證明我有沒有動機 今次這個不是 這是一個場景 只要我被動地 我不主動地去表示一種擁抱 歡迎 有人認為我 甚至我表達了你 認為我不夠的 你都可以主觀地判斷我 是不是有動機 其實是很荒謬的 是一個場景 在播放國歌 我唱得夠不夠大聲 我唱得合不合音 我普通話講得好不好 我有沒有唱 或者我當時不舒服 去洗手間 等等的理由 竟然可以成為 告不告你的原因 因為他認為他可以主觀地判斷你的動機 並且認為你的行為 是不是侮辱 真的很過分 他用了立法會的例子 正正顯出 這條例的陷阱 魔鬼在細節之中 我相信日後有個很大的風險 很多市民大眾 是有機會誤墮法網 殺錯良民 到最終他可不可以 沉冤得雪 沉冤得雪 可以有辦法 說 上法庭解 上法庭解 可能你會打掉 現在聶德權的講法就是這樣 不用怕的 最後法庭會把關 大哥 普通市民大眾 你最早出來講的時候 說 這一個 立國歌法 只是對 一個形式上 要根據附件要執行 不會太緊 不會影響市民日常生活 這個肯定他今天的演繹 告訴我們 是絕對的影響到生活 他不要只講馬祥的例子 我不知道馬祥到時會不會有行為變化 郭哥有沒有馬迷都怕即時站起來 有一兩個沉迷在裡面看著馬布 會不會被隔壁的人拍了照 在兩年內可以追究你呢? 沒完沒了 那我又可不可以 現在這樣的例子 如果用回梁君彥的例子 突然有一個人發現 看電視的新聞片段 原來他當時沒有這樣 可不可以一些不同的人 基於他判斷主觀地去找 執法部門去投訴 而他真的要理解 他是不是有侮辱性 一定是公開的 有沒有侮辱性 有沒有動機 很主觀化 我覺得這個是 很不理想的狀態 令到我們現在 很憂慮 亦都相信很多市民 跟我們心情一樣 是非常憂慮的 是否造成了白色公佈 逼人被洞 如果這樣 你們暫時 有沒有去做 我想 我自己覺得 從聶德權的反應 以及公開的回應 其實是令到大家 越來越擔心 這一個國歌法 只是令到行政機關 是有更大的權力 可以隨意去針對一些 他可能需要針對的人 去展開相應的一些 無論是法律程序 或者是迫害的工作 這一個我覺得 是不能夠接受的 在這個背景下 我自己聽到 是民主黨的同事 亦都是非常非常之憂慎 因為我們講過 國歌法 立法 是絕對不應該出現 是會令到無辜的市民 是無端端誤墮法網 而且按照我們聶北權 今天所講的回應的話 更加是反映了那種主觀性 因為他是被懷疑 就已經可以抽清你了 而且抽清的時間是兩年 我覺得 如果這些背景 是完全不改動的話 我們是絕對不會支持 這個國歌法的內容 以為大法律程序 可以作出訴age 重要的方式 如何採取 公平方法 或者其他人 或其他人 做法 或其他不就是 作為 的行為 而且 它令人 定義 特别人在特别人 任何组织的组织 会有兴奏的兴奏 你必须要注意那些 我不认为这种方式会移动 因为如果这个情况 会有重压力的伤害 人們的方法,他們嘗試描述他們的意見,他們的意見,他們的意見 甚至甚至有些社會集團的情況,在某些時候,有些人會發生 然後,你必須行動的方法。我不認為這是一個好方法的方法。 我想兩個部份 第一就是說我們當然會針對國歌法裏面的內容 提出我們的意見和相應的修訂 我們希望坦白說國歌法它的本質 它和國旗和國徽可能都是相應的一些相約的一個狀態 但問題就是說國歌因為它自己的周暢性質的時間 是會很容易令到市民大眾誤多放網 因此就是說如何能夠將相應的限制局限 而且具體去令到市民大眾是不會輕易被這個法例 所謂的誤多放網是我們最重要的一個考量 所以剛才說相應的修訂令到市民大眾不受影響 是我們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工作方向 另一方面當然我們會有同時參與 在國歌法的討論裏面 是促請政府要盡一切的情況 將我們的懷疑我們的憂慮的論點去澄清 然後讓公眾都可以就越相關的題目予以討論 我想這一個才是可以令到大家在閱辨言明之下 是看到國歌法的影響的 那些具體的修訂包括指民些甚麼的情況 我想我們是看得到現在它用語 它本身是有很多意圖、故意這些成份的 那這些措辭、運用是怎樣去理解呢 其實是重要的 另外就是說今天聶北權所講的就是 如果他是被懷疑都可以成為一個 是尋求這個執法機關去處理相關人士 有沒有違反國歌法的一個狀態的話 我們覺得這個說法也是一個不合情理的 這些是主觀的措辭 我們覺得應該要修訂到它能夠有一個客觀的標準 才能夠處理到這件事 這是第一點 第二個就是說 雖然的法規其實都是 因為國歌法是有它自己的形式的安排的 它是不應該跟其他的法例是互相扣連住 那令到就是說它在國歌法的範圍裡面 還牽連到不同的法例 譬如說立法會議員在宣誓過程裡面的一些行為舉措 那這些我覺得也是不合情理的 因為其實本身是兩套不同的法規來的 而強硬將它扣在一起的話 是令到公眾是覺得 就是這一個的國歌法其實是不有用心 可能是想牽涉到作為另一種DQ立法會議員的工具 那我想這一個不可接受 也是我們修訂希望能夠走到的方向 這一點上我想補充兩點 一個就是我猜我們日後如果真的有修訂的話 如果對最終修訂不到是否反對呢 第二是修訂的位置我相信是在定義的模糊性 以及判斷的主觀性這兩點要去做 另外立法會的情況其實這是一個僭建 原本聶德權向公眾表達都是 這些做法是不屬於宣誓程序的一部份 但很明顯它現在的說法變成了宣誓程序的一部份 因為你有什麼原因不出席 而過往大家都知道因為宣誓程序很湧長 七十個議員過去的慣常的convention 就是慣例的practice 執行的做法都是這樣的 是很多議員同事其實不在議事聽的 到差不多自己宣誓前五六個了 他入定來排隊的 日後連這樣的行為是犯法的 那你豈不是僭建了整個宣誓程序 這個很明顯是僭建來的 並不是他所說沒有任何影響 並且我同意董事長這樣說 其實這樣就是說是進一步的收緊 將那把尺刀越壓越低 到時可以動輒得救 甚至乎你有合理的理由 他都可以說我主觀判定你是故意的 你炸病的 你突然說肚痛的 這個是會出現的 根據他這樣說 我覺得是很不理想的 安部長一點 因為根據聶不全的說法 他是建基於你的行為被懷疑 已經可能構成相應的 是否合規宣誓的過程 所以我覺得這個很明顯是 將取消議員的資格的 力度進一步加大 因為他用了一個被懷疑已經可能受影響 這個概念 而被懷疑 這個概念其實你是相當之難 或者不用 或者你要經過一個很擁場的司法程序 才解通 變成就是說 我們連在這個過程裏面 都會面對一個的司法程序 影響了 我們應該有正常的一個 是議事論事立法 在立法會裏面 但不職務的工作 因為這裡 簡單補充一個位 我只是講過一下 我想重新強調一下 因為今次這個刑事的可能性 那個場景 是很特殊的 在一個時間很短促 就是幾分鐘內 有機會你未必是主觀地控制到 而你所表現出來的行為 其實是很微細地 已經可以有不同的演繹 就跟其他一些很明顯的罪行 傷人、打人、放火等 很明顯的行為 就跟在一個場景裏面 你夠不夠尊重 是真是主觀到無倫的 我覺得這樣立法 其實是置市民於一把大刀之下 即是誤墮法網 被人動輒到控告是很嚴重的 我覺得它走錯了方向 如果要大家尊重國歌 尊重國家 是不是應該在管治做好一點呢 現在是本末倒置地駝尿政策 你認為你要嚴刑進發 大家就會尊重 我覺得是錯了 OK 其實你單單從刑法的角度來說 刑法當然本身都是重的 但是問題就是 更加關鍵的就是檢控的標準 會令到大家有很大的擔心 因為就算你降到很低也好 如果你的檢控是很隨意的 很主觀的 其實這都不是一個合理的立法過程 所以我自己覺得最關鍵的情境就是 如何能夠令到市民大眾避免 因為這個法例的關係 是誤墮法網 這個我相信在整個討論裡面 我們最在意的一件事 而現在這個法例的措辭 所用的詞匯 是有這麼多的主觀的成份 是由一種被懷疑的角度 就可以展開相應的一個 如果是執法程序的話 我覺得這一個正正是最危險的地方 現在泛民不夠標準 你提收等等 是不是很難通過 或者是甚麼方法 我相信就是 你無論有多困難都要盡力而為 因為這一個是牽涉到 全香港市民 究竟我們會不會因為這個法例的出現 是進入一個白色恐怖的年代 甚至就是說 相互之間互相因爲 就是一些個人恩怨都可以是 利用這個國法裏面的被懷疑的概念 是互相作為一個檢控的程序 我想這些其實正正就是需要市民大眾 大家是要明白到 這個不是只是局限在一些 可能是政府一小撮去想打擊的人 在身上會出現的情景 而事實上 法規定了之後 是由法例的演繹之下的不清晰 而是將很多很多的權力 是交付了給行政機關 而行政機關 它是可以隨意運用的時候 這個才是一個最大的危機 我呼籲市民大眾 是要正視國歌法 它衍生的後遺症 帶給我們的社會的各種鉗制 各種可能出現的白色恐怖的時候 這個才是我們最需要緊張的地方 我相信我們的修訂都有個具體意義 當然說得對泛民點都不夠票 但我希望有一些建制派同事 都是理性持平的 尤其是法律界那班 我不希望很多好像梁美芬那樣 出來講一些 他作為普通法訓練的一個律師 竟然講出刑事法例訂立之後 可以有追溯期 不追溯你已經很好 這麼奇怪的說法 其實是很可笑很無知的 我希望不要這麼多這樣的同事 我希望透過我們的修訂 和民意的支持 和市民的擔憂 讓有關的修訂 我們可以過得到 同事的火棒就在這裡了 就是說 如果你們願意的話 可以使市民免墮發網 當然他們不願意 推出市民去死 到時只會出現 剛才我們主席所說的 我相信在現在的社會氣氛 會副作用就是 很多互相檢控 很多互相舉報 拍片 然後轉頭就說 他這個不尊重 梁君彥續了兩年不尊重 是不是要令社會是這樣呢 我覺得不希望是這樣 OK 不會用所有方法 拉布或阻止 會不會進行 或是會進行 具體戰略我們民主派對談 因為始終都不是一個版法 是談得到的 具體戰略我們派對談 但是我相信我們的目標是一致 就是令到市民大眾 不要因為這個嚴刑進法 誤墮發網 殺錯良民 OK 好 謝謝